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念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邀请了一些至亲的好友到家中举行一场 别开生命的一个告别的仪式 他们的独子Jack原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相当受人欢迎的这个孩子 然而在一次落水意外以后 这个孩子的脑部严重的受伤 说话和动作都非常的迟缓 虽然治疗以后情况有很大很大的好转 但是他再也不是以前那种好动活泼可爱的杰克了 Jack 那些以往他认为很简单 甚至是理所当然的那种动作 今天Jack都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艰难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对夫妻就寒着眼泪 就像在场的亲朋好友说 我们必须要对以前的Jack 我的儿子Jack说再见 如此才能够放开胸怀 真心的真意的接纳现在的Jack 人最难从自己的过去走出来 明明是活在现在 心绪仍然被绑在过去 对不对 常常的时候是不过去也过不去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向过去说再见 忘记背后是一个疗伤止痛的 十分十分有效的一个药方 接受过去的不公平 接纳已经发生的事实 勇敢的面对那些伤痛 不要抗拒他 自怜当然是一种很容易运用的一个情绪 它让我们有理由去逃避 去拒绝 但是自怜却无法使我们得到自由 有人对自己过去一直没有好感 因为那是一个不愉快的回忆 可能是一些伤害和羞辱所组成的事情 只要想到就是一阵心理脚痛 当我们将过去的不愉快归咎于父母 老师 童年 成长的环境等等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报复的心情 然而这样子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事情 这些过去藕断撕脸的那种残累 经常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 以及自我的肯定 童年的悲苦 家境的贫困 身体的残缺 缺陷 婚姻的不幸 事业的重挫等等 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 如果只是哀叹埋怨 不仅于事无补 对自己也没有益处的 反而能让过去脱垮了我们的现在 牵绊住我们的将来 所以为何不再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呢 朋友们 尝试着自己过去不堪的遭遇 把他一一的告诉主耶稣 然后在闭目默想当中呢 带着主回到你的受伤的地方 将那心中的所受到的委屈 难过告诉耶稣吧 然后向那些委屈怨恨苦毒 伤害 一一的说声再见 正式的挥别过去 为你不堪的过去 进行一个简单隆重的葬礼吧 所以你可以把那些过去 带给你伤害的事 主义的写下来 做一个告别的祷告 我向过去的委屈告别 我向过去的伤害告别 我向过去的咒诅告别 我向过去的不堪告别 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呢 将所写的这些字句撕下来 然后揉成一团 烧掉或者扔掉它 坚定地告诉耶稣说 也告诉自己说 我已经把那些苦毒都埋葬了 它不能够再给我任何的伤害 也不能够再捆绑我的心了 因此朋友们 今天上帝的话 对我们说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枉极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雕杆之旁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热量 月神吃你平安 下次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